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阿清 今天阿清在基隆坡的半山巴吃云吞面 这家云吞面已经有40多年历史了 它有咖喱面 有云吞面 还有叉勺这些 这家店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没到时间不开单 一开单就没有停了 它是在基隆坡半山巴巴萨里面 是开晚上的 现在的时间是5点多 离他们开店的时间还有2个多小时 现在就跟阿清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制作的 而且有咖喱 还有一个姜 这个姜头还没到时间拿出来 还有一个的 这是什么开的 这是糖汤来的 还有咖喱水的 外面的咖喱很多用白水煮的 对对对 我们的咖喱用这个 汤头的 上汤来的 这个汤 一天要几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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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喱啊 两锅 三锅 两三锅 最少 加好上汤的咖喱汤呢 还需要多煮一个多小时才可以哦 这个酱也是放在咖喱上面 是用椰浆和咖喱水一起煮的 这个已经是成品了 不需要再煮过 等一下淋在咖喱面上面就可以了 听老板说他只用两分的水剩余的都是椰浆 才能煮出这么浓稠的酱 这样看感觉在北方吃的豆腐脑一样的 很有食欲 三八酱 三八啊 三八 三八 吃三个酱的时候 把浓稠的酱拿起来 剩下的汤再加三八 再和咖喱汤一起煮 然后煮会滚 所以只为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一个小时多 一个小时多 听老板说 现在把汤给煮开 再把汤拿一拌起来 然后放猪皮下去煮 再放豆腐下去煮 来大 complètement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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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香 浸泡 蒸汗 蒸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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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蒸汁 蒸汁 蒸汁 辣椒油 放上半 要是15分钟到20分钟才可以 不然的话煮的话会变很辣那种 就是绵绵的不好吃 这样子的话还有一点糖心 有一点咬冰 挺好吃的 现在煮的是豆腐 现在要捞出来了 全部放咖喱面里面的 很多人豆腐呢 就是咖喱拿下去煮的时候 豆腐就放下去 而它的豆腐是先煮过 会露味一下会更香 豆腐一般炸一下就很香了 再吸收咖喱的香味的话 真的是很好吃 干热面的sauce 干热面的sauce 这个中部sauce 中部sauce 煮面好了放去那边了 是卤面啊 乳脏 乳脑 煮好 乳脑 放下去了 这个土丸 如果乳脑 这个 鱼肉 塑 这个 一个 乳脑 海老队 这碗汤都是每一天都现做的对吗 每天现做的 哦 现在有碗汤好了 最少500粒 但是它的云天还是很大粒的 现在放猪油 烫好全部都要放猪油 不会粘住 云吞放猪油下去会更香更滑 湿的云吞准备好了 现在开始炸干的云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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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好的云吞还有鱼丸都放着了 面类也挺多选择 有米粉 和粉 黄面 给你碗蛋面哦 有西汤 这个酱 酱汁两样的 每天来的云吞面 都是当天做的哦 最好会使用300文和多少个名 一天啊 一天啊 最小了 150、160 最小300多 十六、13、200多文哦 哦 这样子的话是每天几点开始开啊 七点半 七点半 开到几点啊 十二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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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休息时间呢 礼拜 礼拜天 他们家有咖喱面 有云吞面 还有叉烧哦 这家叉烧的做法比较不一样 要一边淋叉烧汁一边烧 还要淋到烧熟为止 做法比较不合适 你看叉烧的颜色越来越上色了 刚烧出来的叉烧看过去真的很有食欲 虽然有一点烧焦 但是这个味道应该很香很香 食物看过去很美 但是人也挺多 还没开档人已经在等了 刚刚要7点八了 就已经有人了 这些配料都准备好了 只剩下汤煮好就可以开档了 老板说汤不够味肯定不开档 客人来的时候都会先点餐 然后拿号码再等 那边 那边是有点烧焦 一般有订单的时候他们都会先烧 再加烧焦 再加烧焦 差不多等它滚了 再加烧焦 放一些葱 时间还没到人是越来越多 终于时间到了 你有吃虾吗 有猪肥啊 有豆腐啊 有啊 吃得好香啊 还有esa 哎不许isen äリag 这是一完整的 再加烧焦 这是几横 就是水 这个水要冷哦 对 你这个面积一定要功夫要的 很好啊 你看 这清水很滚的 煮不滚啊 煮到的 煮到就很快 有一个没有辣的 这个辣的 还有一个没有辣的 江波道街 这个有人没有放 这个没关系 这个是他没有放的 这个人要用辣的 这边的 大约 这边的 这边的 谢谢大家 今天 这边的 这个 这边的 还有放一点胡椒粉 辣椒 现在先试一下汤 它里面有猪皮 还有豆腐 桑巴 西汤 这个是很浓的椰浆煮出来的 后来有上它一起搅一搅 我还没吃已经流透水了 好浓的一股香味哦 它有那个香茅的味道 它的咖喱味呢 跟外面的咖喱味是不一样的 它没有放咖喱叶啊这些 我要打了吗 不用了 吃起来呢 就有一股很浓的椰香味和香茅的味道 分量和味道都很好 不是很辣而且很香浓 野奶味足 真的是鲜香可口 现在试一下它的叉烧哦 因为它的叉烧汁一直淋一直淋 一边烧一边淋的 你看 烧得很上色 叉烧带点甜味 有股焦糖味 虽然有点瘦 但是很嫩 吃起来甜甜香香的很不错 越吃越多人 你看 好了今天阿金就介绍到这 下期再见 这边的食物都很不错 就是靠近巴上 所以味道挺重的 啊 咦 是